他們因為平時不太有機會到別的地方去學習 所以他們就很希望說 藝術家怎麼教他們 用他們生活周圍的木頭、石頭 然後去做一些藝術作品 然後他們就可以用這些東西 來裝點他們自己的生活周遭 那看起來好像我們的工作好像都很輕鬆 可是其實這些工作的背後 其實都會反映出非常非常多地方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是我覺得它其實會讓我們去反思 到底我們一天到晚在舉辦藝術節、藝術活動 到底這是為誰辦的 也就是說那是誰的慶典 那這個節慶它的意義到底又是什麼 因為它跟在地之間的關係 以及對於一般的人來說 那個意義又是什麼 所以當我們在這邊做很多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慢慢的我們剛好就開始影響到 在台灣的一些文化政策 所以從我們在嘉義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 所做的事情 因為它其實發生非常非常大的效益 包含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圖片 其實是我們讓藝術家跟著居民一起 一開始好像只是在玩藝術 可是後來我們就知道說 地方會有一個廟會 所以我們就開始跟居民去做這個廟會的 所需要的道具 因為以前他們都是用現成的東西 那可是現在他們就開始自己去做 那這個就在地方就形成一個 非常大的一種騷動 那我們第一年這樣做的時候 大家都玩得很愉快 可是第二年我就發現說年輕人都跑回來了 因為他們就是在第一年聽到說 他們的父母或者是阿公阿嬤做了一些很棒的東西 所以第二年他們想要來看說 到底他們的長輩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在那邊也改變了那個廟會 既有的一些形式 所以這裡頭就形成了 就是說當藝術家到村落去的時候 它其實帶來了非常多的衝擊 然後那個衝擊不只是 藝術家在這個過程學習 那包含居民也從藝術家身上 能夠學到很多的東西 所以我發現說 當我們這種藝術進駐社區 其實某種程度是一種學習社群的建立 因為其實在不同的 尤其是農村地帶 其實有很多人 他們有很多他們自己既有的文化和知識 那這些東西可以給藝術家很大的衝擊 例如說我們現在看到這是一個原住民 然後他知道怎麼樣子 自己走這個山林 走回家 那包含這個是在別的村子 就是我們會看到說非常多的 不同的他們的生活方式 也都可以給藝術家很大的刺激 那因為時間不多 我就很快地跳到這個 樹莓坑西環境藝術行動 那這個行動 因為今天有放過影片 所以我大概這邊簡單地講 因為這個地方呢 是在都市裡面 然後也因為都市發展的過程 溪流被蓋起來 所以新的住民根本不知道 這邊有一條溪 可是我們一樣透過藝術的方式 讓社區一起參與 然後希望能夠改變這條溪流的命運 好 時間到了 我就報告到這裡 等一下再一起對話 謝謝